这两天,果敢交战依旧激烈,距在果敢的缅甸华人发回来的信息,截至12月26日,老街城区一主,目前正在进行战场清理,白银仓的物业仓胜科技园,也就是白银仓造的诈骗大楼,连成一片,一共十一撞,已经被打得伤痕累累,昔日人来人往的办公楼,现在已经一片萧条,满目疮痍。 果敢战况,经过多日的交火,同盟军终于拿下了观音山,俘获了缅军40多人。 根据知情人士爆料,同盟军跟缅军在西俄后山交火,另外,有一个不确定的消息传来,跨过时间,感知历史的温度。 这里是庙文史,欢迎订阅观看,打仗受伤最大的还是当地民众,可怜的女孩只是上山去打柴,就被地雷炸断了双腿。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,果敢那么小的地方,据点居然密密麻麻的,从据点占领的进展上来看,月底之前要拿下果敢,有点困难,另一边的战场。 德昂军拿下了南散镇后,又取得了曼东镇大捷,缴获了大量战略物资。 德昂军在本次战争中,把自己的根据地连成了片,南侃将来可能会是德昂军首辅,由于德昂军野蛮的形式风格。 南侃居民对德昂军不太待见,此次被占领,当地居民估计内心十分的复杂。 缅甸北部大哥瓦邦刚刚度过成立了35周年庆典,被誉为缅北定海神针的瓦邦河党就收到了来自NAC的邀请函。 函见的内容是邀请瓦邦下场,一起推翻敏昂莱军。 以下是中文译文版,这个邀请函有什么意义呢? 我们从几个角度来分析一下。 不同于昂山素季领导的NLD,NAC是另一个CF的简称。 从网友发来的报道中,可以对NAC的背景和他所代表的利益做一个简单的了解。 其次,瓦邦在这场年北战争中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呢? 瓦邦收到了邀请函后会不会下场,或者说会什么时候下场? 瓦邦虽然一再说本次冲突是中立方,但是早已经下场。 这种下场不是明面上发文的下场,而是军装一换就成了同盟军的同路人,否则,兵力只有区区数千人的同盟军。 哪有那么大的战力呢? 以及他的武器,大概率也是这些兄弟连赞助的。 那么,瓦邦作为缅北中流砥柱的大哥,肯定会双方胜败基本已定的局面下,或者说三兄弟联盟基本获胜的时候下场。 稳操胜券,届时拿着邀请函在下场,说受到了邀请,这也算另一种出世有名了。 但是瓦邦和奈的关系并不会是铁板一块,因为不管是米昂来的军CF还是奈都同样倡导大免族主义。 基于这一点,瓦邦得不到利益的最大化,因此瓦邦和奈之间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,并不会真正合作。 就在前两天,著名的驻俄罗斯记者卢语光,报道了华人身家俄乌战争的故事。 第一个被公开报道死于俄乌战场的,是一个叫赵瑞的重庆人,他曾经去缅北参军。 和另一个幸存者,也是两次出战后,唯一的幸存者周志强是同盟军时期的战友,两人去参加同盟军前,在国内都没有当过兵,显然是一种民间行为。 据赵瑞的说法,他是听说乌军里有日本人,为了打日本人去俄罗斯参军,然而现代战争已经不是冷兵器时代,在还没有见到人的情况下,重庆小伙赵瑞就已经被无人机炸伤,阵亡了,非常的悲壮,但是不值得。 他奉劝大家不要去,这里吃不惯睡不好,他很想回家,脑子里还想着哪个菜怎么做比较好吃。 然而,这已经是他的最后一次想家,先列用鲜血为我们百姓争取到的利益,就是国家有不参战的能力,我们不要主动放弃。 中国国籍公民参加外国雇佣军是犯法行为,尤其去缅北,还要加上一条偷越国境罪,刑期为一到三年。 现在缅北局势出现了反转,娘来已经翻脸,推翻了和谈达成的一个暂时和平过渡的这个谈判的协议,他目前调进了他最精锐的第88师到缅北地区,要消灭国杆同盟军。 这一次他的目标非常明确,就是要把彭德仁指挥的这个国杆同盟军等于彻底铲除,歼灭。 并且他已经扬言,一定要夺回木杰口岸,不允许同盟军占领实际上,他还是想把华人的这股势力彻底清除掉,在他看来,还是不放心,不信任中国。 他现在跟俄罗斯走得很近,俄罗斯也非常积极地在帮他,给他提供武器装备,他从俄罗斯购入不少的飞机,以及重型的火炮和一些无人机。 这些都是米昂来政府做好消灭缅北地区的这几支武装,尤其是果敢同盟军的准备。 他又不把其彻底铲除歼灭,是不罢休的这么一个心态。 他现在跟昂山素季合谋谈,希望他出面平息,支持昂山素季的这支人民军,想集中全力对付缅北地区,我们通缉缅北的四大家族的十名主要的罪犯头目。 直到今天,缅甸政府没有做出实际行动的表示,相反,他把白锁城放回国杆地区,实际上,他就是还想让白锁城放手一搏,我不把你移交给中国政府,你回到自己的地盘上去, 组织你的势力跟国杆同盟军战斗到底,毕竟白锁城还有四千多名民兵,而且有武器,再加上其他家族,完全可以跟同盟军相抗衡,你们自生自灭,我也不把你交给中国。 冥昂来就是想让他们来跟国杆同盟军干,借助四大家族的老巢来固守老街,也把四大家族作为诱饵,把同盟军引诱在这个地方聚集,然后利用军队的力量, 利用外河来围歼同盟军,现在已经可以看出,免昂来就是想借助这四大家族先把同盟军废掉,把这支对他威胁最大的华人武装给铲除,然后控制缅北地区,尤其是控制了国杆地区以后,再做下一步打算。 他知道白索成为首的四大家族被通缉的这些人,回到老街,回到国杆地区,要么就是死路一条,要么就是通过他们的手把同盟军干费,然后他再回来收拾这一块,兜莱得及,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, 我觉得德米昂来不是一个政治家,没有战略头脑,他把问题想得简单了,看来他只是一个玩弄全数的人,中国那么大的诚意,非常明确地告诉他,我们的目的是什么, 但他表面上承诺得很好,按地理,他实际上还是对我们不放心,还是不信任我们,总觉得国杆地区是华人地区,中国政府肯定是要支持海外华人的利益,他恰恰错了,在这个问题上,我们中国人不求别的东西, 只求我们的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任何地方都能确保他正常的生活,正常的工作,赚钱,绝不允许伤害,危害,甚至是不拿中国人当人的这种现象,或者行为继续存在, 缅北电诈集团对华人的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,世人都共愤,不要说是中国人自己了,我们已经忍了很久了,到这一次公开摊牌,就是告诉缅甸军政府, 你不能只为了你自己的一己私利,不拿中国人当人,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,已经在告诉缅甸,中缅关系在好,或者是中缅关系在重要, 我们也绝不会拿华人的生命作为代价,或者作为条件,这一点,缅甸来政府应该是很清楚的,毕竟跟中国人打了那么长时间交道, 还不知道吗,他从四大家族获得的肮脏的那些交易的利益,拿去了多少,自己心里清楚, 我们从来没有追究,也没有跟谈过这个事,但消灭四大家族,把整个电信诈骗集团,在整个缅北地区取缔,一来是维护我们两国边境的安全, 二来是要确保我们国家的百姓,在这些边境地区的自身的人身安全,和自己的个人利益, 这没有错,缅甸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,看来不仅是利益的问题,还有他自己的其他小心思, 说透了,他就是还是不相信中国,那么强大的中国在他的身边,他心里还是不安定, 这才是现在敏昂来采取的这些行为的背后的战略逻辑,但是如果他执迷不悟,非要这样走下去, 他将来肯定要吃大亏,我只能说到这一步,当前行事,老街白匪拒绝投降, 且白索成拿出大量现金,直接发放给狗腿自保卫队,赋予顽抗,显然, 我们要想实现缅甸电信诈骗清零的目标,遇到了巨大阻力。 而且,这些家伙是抱团对抗,拒绝配合。 一千零二十事件残忍杀害中国卧底后,他们只想给一个马仔鸣学昌来安抚中国的情绪, 却对背后真正的黑手给予保护,现在唯有赶战方能指战, 如果不以雷霆手段打击,则可能反而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, 免昂来肃无诚信可言,所谓的和平协定在他手里只不过是废纸一张, 如今他以为有了俄国人坐靠山,就可以放心地开打了。 对此,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 这里是妙文史,订阅我。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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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